当我们听到师班的弟兄姐妹献师 在这茫茫的大地上 谁不来赞美神 真的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儿女们 如果我们不天天感谢赞美神的话 神都会要在这 因为所有都是他所创造的 他会在石头中都要兴起子孙来赞美他 所以我们应该天天的赞美神 当机立断这个题目呢 就是跟另外一个成语是相反的是哪一个成语 优柔寡断 对 所以呢 当机立断就是说面临一个机会 你要赶快做出决断 优柔寡断呢 就是半天想不清楚到底要怎么样做 这个机会就错过去了 所以这是一个成语的反面的一个意思 那生活当中很多事情 我们要天天做决定 小到吃饭穿衣每天 大到你的读书就业婚姻搬迁等等一些事情 你常常会要做很多的决定 那前一段时间 这个大家看新闻 看电视报纸 在纽约发生的那个灭门产案 那个住在表兄家的那个人把表嫂和他表嫂的四个孩子在同一时间里面杀死 那么后续的报道 我们知道当时那个表嫂其实在这之前事情发生之前 他已经打了很多的电话求救 他打到这里那里 甚至打到中国去给他的亲人朋友 但是我们在这些边上的人现在事后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说当时他如果有时间或者有那么多的机会 他为什么不当机立断的打一个电话给911呢 那至少可以救四个孩子 至少还可以救两个甚至三个孩子的性命 就算他自己被被杀死了 这是我们后面的人这样的去分析 当然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不过就告诉我们一点 就告诉我们一点 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决定 但是呢周围的人只能够帮你一个方法告诉你如何的做决定 但是他不能帮你做这个决定 这个决定还是要你自己做 所以我们说当我们想到罗马书第16章的这个17节到20节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这里就是保罗来告诉弟兄姐妹 告诉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如何的做一些决定 但是这个决定呢 孩子必须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自己来做 所以今天同样是这样的情形 如果我们读神的话 我们弟兄姐妹的交通 我们听到我们自己祷告 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这些听到不同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建议 这是告诉你这样啊这样这样 很多的告诉你如何做决定 但是最后这个决定要你自己来做 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第17章的第16章的17到20节这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因为这里有投影 如果你们暂时翻不到可以看屏幕上的投影 我们一起来读 罗马书16章17到20节 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 叫你们跌倒 背乎所学之道的人 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 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 只服侍自己的度服 用花言巧语 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 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 所以我为你们欢喜 但我愿意你们在山上聪明 在恶上于佐 赐平安的神 快要将傻蛋践踏在你们脚下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 常和你们同在 好我们做一个交托的祷告 天父感谢你 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 是你的恩典 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 动作存留 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主你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来交通 见证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荣耀 这都是主你自己的恩典和怜悯 谢谢你 让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神 你告诉我们的话语 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 该有什么样的智慧来做我们的决定 求主给我们知道 那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和平良善 没有虚假 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首先我们看17节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要躲避 这里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 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 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 所以这里这一节经文呢 就告诉我们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是躲避 不是接纳 从十四章开始 罗马书十四章开始 很奇特的就是神借着保罗写给我们的罗马书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鼓励 一直要求弟兄姐妹要彼此接纳 彼此的这个担待 但是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他说不要接纳 要躲避呢 原则在哪里呢 这里原则告诉我们 就是这个真理 最主要的是真理 这个道不同不相为谋 所以这里说背乎所学之道的人 这是最重要的是 要会让你们跌倒 会离间你们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是躲避 不是接纳 提摩太后书那里有一节经文 当保罗鼓励他的真儿子提摩太的时候 这样说 你要与那清新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什么 追求仁爱 信德 公义 公平 这是告诉他在什么样的一个同伴的面前里面的一个选择 这其实跟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 我们生活的美国这个国度也很相似 今天你在公司 你在学校 你在社区里面 就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也是这样 如果那个孩子 你说他 哎呀那个孩子长得丑 你不要跟他玩 如果你这样的教导自己的孩子 你觉得是一定是不对的 因为丑和美是我们人看的 其实在神的眼中 神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眼中都是美的 但是我们仍有这个啊 这个人长得丑 这个人长得漂亮 这样的区分 但是我就发现在美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教育的方式 就是这个在学校里面 他会把一些这个我们人觉得他这个智能 这个体能都跟不上正常人的一些人 跟正常人放在同一个班里面 所以呢 像有些孩子他的智能或者发展稍微迟缓 我们可能称他为低能儿 中文华人叫他低能儿 那体能方面呢 他甚至腿脚不是很方便 或者因为先天的出生造成的或者后天的等等 原因不是很方便 但是呢 像这样的孩子 这样的孩子可能容易自卑 但是呢 在我们就在学校里 所以那时候我们住在这个Carmel Valley区的时候 我们就去那时候老三还很小 那个时候申请这个Pre-School 就是这个幼稚园学前班 就去申请的时候 还要考试 因为那个学校里面 公立学校里面专门设立了一个这样的班 要为什么要考试呢 就是看你的这个智力 你的这个体能 然后你跟其他孩子的这个互动等等 考完以后呢 他合格了 就放到那个班上 那个班上的有一些这样的孩子 就是那些智能和体能都比较迟缓一些的孩子 为什么他要把一些正常的孩子和这样的孩子放在一起呢 为什么呢 就是要让这些正常的孩子也去去用爱 去用这些来带的带他们 然后一起跟他们让那些发展迟缓的孩子 不要觉得我跟正常的孩子不一样 我们是一样的 这非常的好 所以呢 我说这个的这个例子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这里说是在这个信心软弱的 在十四章开始一直到现在十六章 神的话告诉我们 对于那些信心软弱的 他们有的因为只吃蔬菜不吃肉的 要接纳 或者在其他方面 他们对这些真理还认识不清楚的 等等等等这样的弟兄姐妹 你们都要接纳 要包容 但是到这里的时候 如果那些故意 故意背乎所学之道 而且离间你们 叫你们跌倒的人 你们要躲避他们 不能接纳 不能够包容 这就是在真理上面 所以我举刚才那个学校的例子 就是说 如果他只是认为人认为长得不好 或者说他的智能发展迟缓 这些你都应该接纳 你都应该接纳 但是如果那个孩子在人品上有问题的话 你会要你的孩子跟他做完伴吗 一定不会 对不对 他的人品有问题 他专门 等下 教你孩子偷 教你孩子撒谎 教你孩子做很多的坏事 这样的孩子 你做父母的绝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与这样的孩子做同伴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区别 在这里 神的话告诉我们 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是躲避 不是接纳 第二呢 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呢 是躲避 不是制止 神的话没有让我们去制止这些人呢 是躲开 没有说 你看到这样的一些背乎所学之道 在真理上 完全传这种异端邪教的 你要去制止他们 第一 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包括我自己 有时候如果我们对神的真理不清楚的话 我们自己对那些东西甚至都分辨不清楚 所以你怎么去制止他们呢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按照我们肉体的这个性情 按照我们的血气的话 我们没有能力去制止他们的 哇那些传邪教的 传异端的 他们被邪灵所充满 那种亢奋 那种激情 你都没办法跟他比 你接触过没有 可能我们在座的 有些弟兄姐妹接触过 我就接触过 哇你要跟他讲 神的真理的话 他讲那些歪的道理 比你讲得更好 哇他可以翻来覆去的 最后把你还尿进去了 扰进去了 他可会讲了 而且他把那些 他所要取来 为他所用的经文 背的滚瓜烂手 然后他歪曲 然后他曲解 所以你都辩不他 你凭你的肉体 怎么能够制止他呢 所以这里神的话 叫我们是躲避 没有叫我们去制止他们 只有当我们像保罗那样 有神丰盛的生命 对神的话又非常的 这个熟悉 然后圣灵的充满 你看当他传福音的时候 走到一个地方 一个行邪术的一驴马 来抵挡神的真道的时候 保罗才奉主的名 制止他 然后那个一驴马就 眼瞎了 这个时候看不见了 所以保罗这样制止他 但是我们呢 神的话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还没有到 这样的情形 我们又是凭着自己的血气 和肉体的话 不要制止他们 宁愿躲避 所以躲避是对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我们就是 当我们真理分辨不清楚的时候 当我们自己对神的话 也是了解得不透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 方便异端邪术的 就是躲避 躲开他们 第三 这里告诉我们 第十八节 第十七节 还是第十七节 第十七节说 我劝你们 他用的是劝 他没有说命令 所以这里是劝 不是命令 他不是保罗说 我命令你们 没有 他说我劝你们 劝的原文就是 我这样真心的 恳切的求你们 就是求你们干什么 要留意的躲避他们 所以这里是劝 而不是命令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话也告诉我们 当有人被过犯所剩 当有人 你们要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所以告诉我们是劝 而不是命令 为什么 当你去一个人 他真的被那些邪门歪道 吸引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如果去命令他 你可能把他推得更像那一边了 但是你跟他小之以理 动之以情的话 然后为他祷告 然后不断的这样的用 这个在生活上也关心他 让他知道你是真心的爱他的 他可能会听得尽你的劝 不然的话 我记得那时候在 在大陆在长沙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 她原来在 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热心 她后来被那些哭虫生派 那些异端的人 拖过去以后 哇 她到那里面也是 一进去就出不来了 我们怎么样的劝她 也劝不回来 她就到那个里面去了 哇 我们跟她讲什么 她就是被那些东西灌得非常的相信了一套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还是要劝 你命令她 她也回不来 我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有时候我在家里面 这个两个小的呢 在楼上或者写作业 或者看书 或者玩电脑的时候 我们要他们下来 我们说 陆陆亮亮下来 他们就说好 但是呢 不下来 那个嘴巴答应好 就是不下来 但是我说陆陆亮亮 现在请你们下来 好不好啊 他们马上就下来了 但是我说陆陆亮亮下来 他们说好 但是就不动 还一次两次三次 有时候可能要 这个生气的口气 他们才会下来 但是当我改换一种口气 请你们下来 好不好啊 他们马上 都下来了 看见没有 这就是劝和命令的区别 所以弟兄姐妹 当这里神的话 告诉我们说 那些离间你们 让你们跌倒 然后让你们 所学的 在我们国语礼拜堂 感谢主啊 无论是 请来的一些讲员 无论是我们自己 我们弟兄姐妹的分享交通 我们看 就是绝大部分都是 合乎神的真理的教导 绝大部分 当然有时候可能有些 人或者有些弟兄姐妹 那我们可以马上跟弟兄姐妹 纠正 然后知道某某某 这样讲的哪些地方 有些偏差 我们就可以马上 在神的真理上面 我们不会走偏差 感谢主 那这里呢 告诉我们就是 不是 不是什么的 不是接纳 是要躲避 不是制止 是要躲避 不是命令 是劝说 这是第一个方面 所以当保罗把这些情形 都告诉弟兄姐妹的时候 最后他们要不要躲避 还是他们自己要做决定 所以他保罗把这些方法 把这些情形 都如实的告诉了 教会的弟兄姐妹 最后他们要不要躲避 要不要做决定 要不要怎么样 他们要做这样的决定 然后对于这样的一些 异端邪说 对于这样的 要躲避的东西 第二个方面要认清楚 要真真实实的认清楚 如果不认清楚的话 你没有办法来躲避他们 甚至你不知不觉就进去了 开始的时候 那些人他是会装成 他是会披着羊皮 他是会这样用各种情形 让你相信他 然后他才最后 狐狸尾巴才会露出来的 开始不会的 所以怎么样呢 要认清 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 是17 18节 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 只服侍自己的度服 用花言巧语 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 那么这里说到 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 根据其他的一些书信 而且根据教会的历史的 这个当时的情况的 一些背景资料 我们知道 这样的人就是当时那个时代 传一些落实敌主义异端的一些人 什么叫落实敌主义呢 落实敌主义就是这些 他们教导人什么呢 教导人说 人的这个灵魂和肉体是可以分开的 所以呢 这个肉体至终将来是要毁灭的 灵魂至终将来是要得救的 所以呢 这个在这个现在你生活的世界上 如果你要放纵自己的肉体 你的身体要做任何的事情 都是没有关系的 不会影响你的灵魂的得救的 所以你尽管你去放纵 这是那些落实敌主义所教导的 所以呢 这是非常一个邪恶的 这是非常一个坏的一个这样的学说 就是教导当时的那些信主的弟兄姐妹 所以反正灵魂和肉体是分开的 今生今世我们的肉体要做任何的事情 你就做吧 你就尽情的你就放开自己去做吧 最后肉体反正要毁灭 灵魂最终会要得救 这样的教导是非常的影响当时的弟兄姐妹 其实今天也是在继续的这些东西 还在影响我们今天信主的弟兄姐妹 所以这里说离间信徒 什么叫离间信徒呢 就是说你的头脑 你的知识可以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 但是你的生命和生活呢 可以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 想想看这是什么情形 就像今天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想 这个信仰跟我们真的有关系吗 你想过这个信仰跟你有关系吗 其实有时候就是信仰就是信仰 生活就是生活 不要联系的那么紧 我这礼拜天来一次都已经很不错了 很多人就是每个礼拜都不能来聚会 我还能够每个礼拜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当我从这个礼拜堂出去的时候 那生活就是生活 照我的以前的样子 我该什么生活就什么生活 信仰是信仰 生活是生活 完全是脱节的 这就是离间信徒 所以这里说到离间信徒 就是你的头脑 你是知识上接受耶稣基督 但是你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 这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 所以就会叫信主的人跌倒 所以十七节说你看那些离间你们 叫你们跌倒 叫信主的人跌倒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一些基督徒 他们的这个生活 他们的生命跟信仰是脱节的 所以当他们遇到一点点困难 遇到一点点挫折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办法用信仰来战胜 所面临的困难 他们就只会埋怨 哎呀我怎么信了耶稣 还遇到这样的事情呢 我怎么信了耶稣 我怎么没有时来运转呢 等等很多很多的埋怨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生命建立在 终日思念地上的事 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终日思念地上的事 所以遇到一点点问题 就会马上埋怨 有一个宣教士 叫做Paul Brandon 叫做布兰德 保罗布兰德 他呢到印度去宣教 一去就是几十年的时间 他是一个医生哦 他在这边是有很好的收入的哦 但是他放弃这一切 到印度去宣教 他在那里他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那些患麻风病人的人 患麻风病人的人 最大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得了麻风病 而是因为他们到麻风病的后期以后 他们的整个身体的痛觉消失了 所以当什么东西烫他们 当什么东西扎破他们 当什么他们那个脚破了 他也不知道疼痛的时候 这才是最大的麻烦 最大的问题 这是那些麻风病人 然后他就研究 这个宣教士Paul Brandon 研究以后 他就因为他的研究 因为他的研究 就让医学上有一个突破 就是后来怎么样呢 后来这个对一些这个 麻风病人也好 还有一些糖尿病人的后期也好 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 当他们到了后期的时候 他们的身体会失去痛觉 失去痛觉 这个时候就会带来更大的一些问题 所以在医学上有 因为正因为他这样的研究 让医学有一些突破 所以他认识到一件问题 这个宣教士布兰德 认识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说疼痛是神给人的礼物 疼痛是神给人的礼物 就是当我们今天一个人 你的身体的疼痛消失了以后 那是什么样一个情形 像那些麻风病人 糖尿病人 还有我们心灵的痛 所以圣经上说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堪 为什么 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 忧伤痛悔的时候 表明我们怎么样 我们正是我们里面的问题了 我们知道我们 什么地方不对了 我们知道我们 什么地方得罪神了 我们知道我们应该 把这个问题处理掉 清除掉 不然会影响我们 跟神的关系 所以忧伤痛悔的心 主必不轻堪 而且哀动的人有福了 看见没有 神耶稣基督教到我们八福的时候 哀动的人有福了 这都是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 疼痛其实是神给人的礼物 给人类的礼物 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 遇到问题 外面的环境 这些困难 这些困苦 这些痛苦的时候 我们不要一味的去埋怨 这里告诉我们 就是当我们的生命 被神是建造在 真的是耶稣基督的根基上的时候 我们就不只是头脑接受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救助 我们就不是理性的认同 我们就是什么 我们就是完全生命被他改变了 所以这里说要认清什么呢 认清那些 离间你们 认清那些叫你们跌倒的 还有呢 背乎所学之道 什么叫背乎所学之道呢 当我们看其他的书信就知道 就是用那些人间的遗传 用那些世上的小学 来掳掠基督徒的心 而不是让我们在真道上 什么叫人间的小学 什么叫世上 什么叫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呢 今天年轻人很流行一种什么东西 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星座 对不对 你是属于哪个星座的 然后呢 根据你的星座 来预测你的生命 你的未来 这就是世上的小学 这就是 因为他们相信 说这个天地万物的 这些星球之间的这些规律 可以掌控人的命运 所以呢 就说你是哪个星座 你是什么 然后透过星座来研究一下你的 这个 这其实在你看 在保罗那个时代就有了 但是今天的人你看 又把它拿出来作为一个 了不得的金科玉律 来奉为至宝 很多年轻人就追捧这些东西 但是要知道 这些东西是让我们背乎 我们所学的真理之道的 因为我们知道 每一个人 你的生命 你的前面的道路 都在神的掌管之中 我们要紧的是要跟随神 而不是去 透过这些东西 让我知道 我未来怎么样 所以这些东西 你仔细地分析的话 你仔细地去 用神的道 仔细地用真理的 这个辩明 一项一项来 把这些东西分析 发现那些真的是 经不起推敲的 那些东西 所谓的什么 形象 占星术 所谓的这些一切的 当然你可以说 他有一些哲理 他有一些什么 但是那都属于世上的遗传和人间的小学 弟兄姐妹 那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 这样的人什么呢 这样的人就是 他不但不服侍主基督 而且还服侍自己的度服 就是不尊主基督为大 那这里告诉我们一条 二条三条 你看十七十八节 那么十七节有三个方面 我们要认清 十八节呢 就是这些人是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 只服侍自己的度服 什么叫只服侍自己的度服呢 就是说 所有的动机都是从自己个人的私利 从自己个人得利的这个门路出发的 然后用花言巧语 诱惑老实人的心 花言巧语是什么 花言巧语就是巧舍如簧 什么叫巧舍如簧 就是那个簧就是 音乐里面的那个音乐器的那个 一个片可以震动发出美妙的声音的 这些会说话的人呢 甚至比那些音乐里面的唱的还好听 现在有一个 大陆有一个节目叫做超级演说家 我不知道有哪些人在座的 曾经看过没有 就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他的首先打出来的这个标 标直就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有一天一个姊妹发给我这个视频 我才知道有这个节目 他是看到一个一个双腿 就是13岁的时候被火车压断的一个年轻人 后来他在这个超级演说家节目里 讲他非常讲的真是非常的感人 也讲的非常的好 我看完以后 我也很受感动 这个这个孩子才20几岁 将近30岁 哇就13岁的时候被切断 然后他就曾经到处流浪 因为他的父母也不在人间了 他又讨沿街 七桃 做过很多的事情 就是双腿没有 就靠着两个那个一个支架这样的走路 用手走路 但是他现在他的题目是说 我很幸福 他现在又又结了婚 又生了孩子 有个十岁的女儿 等等等等 那他讲的这些的时候 非常的让我听的人受感动 我就在想一件事情 我说 我是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 但是我所讲的 却常常让在座的弟兄姐妹打瞌睡 你们坐在下面听不下去了 要不就是打瞌睡 要不就是太长了 讲这么长 哎呀 你可不可以讲短一点呢 这是两种反应 那为什么那些人 他们能够 并不是讲神的道 他们能够讲得那么吸引人 而我们是讲神的道的人 我们是有这么样好的这个 这个真理的东西 我们却讲出来没有办法感染别人 我在想这是为什么 我这几天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后来我祷告主 我说原来是什么 原来我没有讲我所行的 我没有行我所讲的 所以没有办法感染你们 我不过有时候讲的是一些 就是圣经的道理吧 来搬来以后 讲给你们听 我自己行出来没有呢 如果我自己没有行出来 我怎么能够感染你们呢 那个人为什么能够感染我呢 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 是他自己 完全他经历了这一切 他才能讲出来感动别人 才能打动别人的心 所以今天很多传道人包括我 如果我们不能够讲我们所行的 行我们所讲的话 所以我们讲的一套东西 你们会打瞌睡 你们会听不下去 你们会觉得太惨了 你讲了这么多你自己也做不到 神的话你自己也做不到 是的 是的 这是我们的亏欠 所以求神来提醒你我 我们一同来勉励 一同来怎么样 一同来行出神的话 今天我父亲坐在后面 我要当在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面 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为什么呢 因为他住在我这里的这一段时间 有时候我们观点不一致 我们就会有些争执 一争执我的声音就开始高八度 有一天我父亲说 你怎么对我这样的态度啊 你怎么对我这样的态度 弟兄姐妹看见没有 我在教会里面是一副很温柔的样子 展现给大家 看见像一朵花一样 但是我在家里竟然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所以他说你怎么对我这样的态度啊 所以很多的时候 这个忍耐 这个温柔 这个孝敬父母 这个等等等等 我们都会讲啊 但是实际上轮到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行得出来了 所以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在说花言巧语 这些人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 那些传异端邪说的 他们能够把假的都说成真的 他们那个巧思如黄 他们说起来真是头头是道 我们这些传真理的人 就算我们能够讲得很好 如果我们不能行出来的话 怎么样呢 也是同样的 就是只知道服侍自己的度福 而不知道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用花言巧语诱惑你们 要你们去做 自己却不做 这是非常非常的 今天为什么这个教会 今天不是说我们国语礼拜堂 就是说整个的教会 世界上整个的教会 无论是讲中文的 无论是讲其他语言的 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没有办法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呢 可能就是因为有太多 太多我们能讲而不能行的 一些基督徒了 弟兄姐妹 所以今天很多的人 一说到信耶稣基督的人 哎呀不要提 不要提 哎呀那一群人是怎么怎么样 就马上给我们已经下了一个结论 一个评语了 一个定论了 所以求神怜悯我 怜悯你 怜悯我们每一位 那最后第三个方面 第十九节说得智慧 如果要做决定的话 你首先要知道怎么样做决定 要认清他们 然后呢 你要有从上头来的智慧 才能够做好的决定 所以这里十九节说 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 所以我为你们欢喜 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 在恶上余着 这个善不是指那个人间的 我们做一件好事那个善 这个善是指神自己 因为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 当一个少年官来问耶稣基督 良善的夫子 耶稣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只有神是善的 只有一位是善的 所以这里说在善上聪明 就是指的神自己 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每一天 每一天每一天越来越认识神 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怎么样吗 我们就一定也知道他的教导 他的话语 当你越来越认识你的配偶 当你越来越认识你的父母 当你越来越认识他的 你的儿女 你看他讲任何话 甚至他不讲 你都知道他要干什么 你都知道他要说什么 为什么 你太跟他关系密切了 对神也应该这样的认识 所以越来越认识神 我们就会在善上聪明 他就会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 我们就会做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所以呢 恶上余作是指什么呢 就是说你不需要去详细研究那些恶 他为什么会这样 像今天那些搞刑事案件的法律专家 他可能要研究 但是我们不需要 我们只要不断的在善上聪明 我们就能够行出善来 不需要你去研究 所以呢 对于异端邪说也是同样的道理 你不要一直去研究那个异端 你只要好好的读神的话 每天读每天读 你把神的话烂记于心 熟记于心 运用于你的生活行为当中的话 你根本不需要对那些异端邪说 只要他一来 你一碰你 你就知道不对 你就不会继续跟他交往 只要一碰你 你就不会跟他 因为你对神的真理太熟悉了 而且你每天都在用 我就想到旧约里面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 那个雅各 那个雅各被他的舅舅拉班欺骗 雅各是一个骗他父亲的人 结果神又借着他的舅舅来管教他 来磨练他 来操练他 那雅各在拉班家为了拉杰 因为拉杰生的美貌 丽雅呢 眼睛没有神 丽雅是姐姐 拉杰是妹妹 这个他为了爱拉杰的缘故 宁愿服侍他的舅舅七年 他看这七年如同什么 如同几天 哇那真是爱情的力量多伟大 圣经上说 他看这七年如同几天 但是很奇怪的是 我读圣经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件 为什么那天晚上同房的时候 他的岳父把姐姐送到他的洞房里 他到第二天早晨才发现 圣经上是这样记载的 他就跟丽雅同房 然后第二天早晨一醒来才发现 哇是姐姐力啊 他就埋怨他的舅舅拉败 你怎么把姐姐给我不把妹妹 我是为了他的妹妹才服侍你 才为你做工 白白的做七年 没有要一分钱工钱 弟兄姐妹 我就在想这七年的时间 雅各真的了解拉杰吗 为什么晚上同房的时候 竟然没有 一定要天亮才知道 难道这七年 他真的从来没碰过他的手 从来没有跟他面对面 这样仔细的看过 还是说只是哎呀低着头 看见就赶快低头走了 我都不敢证实他 是这样的吗 我想不会吧 为什么会圣经上说 他晚就是说 我的意思说这个事情就是说 他对拉杰是不是 还是太不了解了 所以当丽雅送到他房间里 他应该一碰或者一接触 或者一半夜都应该发现吧 为什么非要等到天亮才发现呢 或许是他落在那个美女堆里面 或者他落在那个花儿堆里面 天天脸花缭乱还是怎么回事 因为后来这个丽雅又把他的死女给他 拉杰又把他的死女给他 这阿娜弄得他真是眼花缭乱 当然这是我自己随便猜测 但是有一点这是我是想引用这件事情 告诉我们就是说 如果我们对真理非常的熟悉的话 我们就不会出这样的问题 所以恶上于浊不是要我们去研究那个恶 是要我们非常熟悉这个善 你在善上不断的熟悉 不断的熟悉对真理这样的程度的话 你就不会在恶上犯错误 这是告诉我们的 所以最后这里说快见他 所以当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要认亲 然后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 最后呢这里说赐平安的神 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 这里说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 为什么他没说赐平安的神 已经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呢 为什么没有这样说呢 而是说快要呢 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读经要仔细一点 他说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 看见没有 告诉我们 我们还没有能力把撒旦完全踩在我们的脚下 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 他宣告的时候说 这个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他说成老的时候 他宣告这一切 然后他又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他已经完完全全把撒旦践踏在他的脚下了 但是我们这些信靠他的神的儿女们呢 我们没有啊 你看所以是你们 他没有说快要将撒旦践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 没有 他是说你们 所以就说明什么呢 我们还没有 那个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完全呢 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那些前面说的 那些鼓励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 就是你们不要去 那些人你们不要去接纳他们 要躲避他们 然后那些离间你们 那些等等等等 这些你们在善上聪明的时候 你们就一定能够完全得胜 只要你们能够在善上聪明 恶上愚拙的话 你们就一定能够完全的得胜魔鬼 是这个第二个意思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我们同在 跟前面的快要将撒旦践踏在脚下 那个践踏是消极的要除去 然后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我们同在 是积极的加征 一个是正面的加征 一个是消极的除去 就像现在大陆人最喜欢说的传递正能量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能量从哪里来 正能量只有从耶稣基督里面来 才是真正的正能量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 一同追求 一同努力 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满心地感谢你 带领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 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天要做许许多多的决定 但是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 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呢 智慧的源头是在上面的 下面的都是人间的智慧 人间的智慧可以告诉你很多的学问知识 但是 主啊 这些东西常常会把我们的心引于偏邪 因为这些东西总是说 你要首先保护你自己的个人的利益 你首先要把你自己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但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告诉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我们同在的话 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当我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主啊 求你让我们真是不羞辱你 也能带给周围的人益处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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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